欢迎来到民财湖讲堂,我是虎妞 近日,海军167深圳号导弹驱逐舰结束改装,重新返回舰队 从外观上看,深圳号除了缓装了红旗16防空导弹外 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机库顶上壮观的37毫米防空炮群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舰体两侧的两座HPG-11型11管30毫米进防炮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海军是如何从落后的37毫米防空炮 发展到先进的1130进防炮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海军的主力051型驱逐舰防空火力 只能依靠落后的61型37毫米舰炮 这门炮的射速只有320至360发每分钟 哪怕是面对越南海军这样的对手 我们进防系统也聊胜于无 于是,新一代防空炮开始研制 此时正值中欧军售的蜜月期 意大利人携带着双重命中体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双重命中体制就是火炮采用两种弹药 目标离得还远,就用流线弹进行扫射 靠大量弹片与冲击波杀伤目标 目标逼近时就换成穿甲弹 依靠强大的破坏力将目标彻底摧毁 因为这种杀伤机制对火炮的要求相对较低 于是乎得到了我军的认可 1987年,76A型37毫米舰炮正式定型 安装在了最新的051驱逐舰上 这款舰炮吸收了大量意大利布雷达 40毫米舰炮的设计思想 是典型的双重命中舰炮 采用了双重命中体制的76A舰炮服役后 我们才发现现实并不像意大利人描述的那样美好 在实际应用中 双重命中体制主要靠流线弹的舰机杀伤 穿甲弹因舰炮的射速不够高 作用距离短,会伤概率极低 此时,苏联的AK630舰炮随着苏联解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AK630型6管30毫米舰炮是前苏联于1970年研制的第一代近距离防御系统 它与美军的密集阵一起,成了世界上所有现代进防系统的开山鼻祖 最重要的是,这门炮的技术水平我们正好可以山寨 于是乎,我们直接找到了俄罗斯方面,买来了AK630舰炮的资料开始仿造 在仿制过程中,我们对AK630舰炮也有了深入的了解 AK630虽然比原来装备的76A型舰炮性能好很多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这门炮只能使用高爆榴弹 不能使用现代近防系统普遍使用的穿甲弹 杀伤力严重不足 此外,这门炮的射击精度也很毛子 经常不能有效命中目标 这样是肯定不行的啊 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贺鹏飞中架拍板 两条头走路 于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进防炮 HPG12型7管30毫米舰炮的研制工作也进罗密鼓的开始了 730进防炮采用了欧洲的现金技术 火炮的性能比AK630要好很多 进入21世纪后 我国防制的AK630与自主研制的730进防炮相继服役 我国海军的进防系统终于不再裸奔了 但是好景不长 海峡对岸的敌军居然搞出了超音速反舰导弹 这还了得 我军立刻进行了进防炮反超音速导弹的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国内最先进的HPG12型730进防炮 也只能有效防御亚音速反舰导弹 对超音速反舰导弹无能为力 要想防御超音速反舰导弹 进防炮的射速要达到每分钟一万发的射速 想要增加射速最简单的法则是什么呢 很简单啊 增加炮管的数量就好了嘛 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 在730进防炮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HPG11型11管30毫米进防炮 出现在了辽宁号航母上 在1130进防炮服役后 我们终于可以舒了一口气 这时我们突然发现 1130进防炮居然是世界上最强悍的进防炮 没有旨意 其实每分钟一万发的射速还不是最快的 还有每分钟一百万发射速的恐怖